華約人行意旗開筆了 我們全新加推95房和115房 3房和4房單位 基本上補貼的話 單價12000 我弄了收了 大佬 這裡是1300萬而已 剩下0.2 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心動家Channel 我是Jessica 華約人行意旗開筆了 我們全新加推95房和115房 3房和4房單位 現在有特價 只需要12000多元起 你就可以擁有 首期以下多萬 你可以擁有4房正裝修 而且非常漂亮的護形間 95平方組的長樓台給你 115房組的南不對樓的護形間 給你 事不宜遲 我們現在馬上去片 HELLO 大家好 我是Jessica 現在我身處的位置 就是華約人行公園社會 二期的實體示範單位 現在賣的 也是這一座的 看看我們現在全新加推的 一個傳統的品質設計 兩部升降機四戶 我身後這兩隻是我們的95平方 但是有驚喜的護翼 我們先看看 同樣都是精裝修交流給大家 這裡是實體示範單位 不是熱地板房 所以你看到東西 很實在的 這裡軟裝沒有硬裝就有的 據我們一期的業主反應 裝修都挺好的 挺不錯的 回到家的時候 95平方 你不覺得這個廳很大的嗎 我覺得真的很大很舒適 好像去了我們一期的105方 這個廳那種尺寸 我目測預計至少至少有3米4的一個開間 也是遲回南向 然後我們先看看露台 因為露台我覺得是一個很大的 升降機 因為我們華孕的話 我一路走過來 經過一期走過來 花園真的做得很漂亮 95平方 做個長露台給你 然後連同我們其中一個長輩房 這裡看出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自己樓下的圓粒綠化 還有一些水景 好像一期的感覺 相對來說 我建議買一些中低樓層就會舒適一點 如果你太高 可能就有些少樓望樓的感覺 花園做得漂亮 就望花園會完美一點 膠標一如忌和 是很正的 這些都是真石漆 然後這些地磚 外面房間的地板 全部都是膠標準 OK 我們先看看廚房位 廚房的話 到時候會有烫門給大家 其實作為95方 廚房做到這樣的尺寸 都相當優秀 U字型的廚房 這裡可以放到一個小型的雙門雪櫃 接著這裡一推開的畫窗 亦都是看回 我們一期 所以如果你有朋友買了一期的話 你還可以跟他打招呼 煮飯看見他在陽台上 在曬太陽 OK 這裡就煮完飯吃飯 四到六個人吃飯 完全OK 空間感很足 很闊 三個房間 兩個廁所 右邊這裡 就是連接著我們外面長露桌的房間 這裡做了一個米五床 三米落床 然後一排這個位置 完全夠位置 然後斜對面就OK 三障色的洗手間 看看 這個屬於公衛 公衛的話就比較好 因為大家可能會一期有些產品 板式設計 可能我們中間的位置 就是這裡出去的 是走廊連廊 這個品質就不會出現的情況 相對來說 隱私性就會很少 這些全部都是我們交代表準定的 看看這個房間 這個房間是以樓桌部件 送一半面積給大家 但是你看到不小的 OK 米半床完全可以放到 我身後這個就是我們書桌的位置 這裡再整個櫃位 也是OK的 送了一半面積 樓桌全部送了一半面積 相對來說 震送的空間比較多 看看主要房 這一邊 主要房對回來 這裡是一棵牆 又不會對著廁所 又不會對著你的床 可以放一幅畫 然後進去 洗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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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再回到我們自己的休息區 看看 好棒 這裡做了一個米八床 三邊的床很闊 衣櫃位置 這裡的飄窗位也是全震送給你 這裡的飄窗位 看出去又像我們的南響 然後看什麼呢 看我們自己很舒適的圓林綠花 大家可以看到 好 其實相對來說 華仁義琦 老實說 她那個合同上面的交樓標準 是挺漂亮的 一如既旺是比較高的交樓質素 但是她的交樓時間長一點 約兩年左右有交樓 但是你看到 其實她已經封了頂了 那樓下的圓林綠花又做得很英俊 所以我覺得 話畢是央企說人鬼死有錢 是不是跟我們補你一樣 不用擔心什麼東西 最重要呢 她雖然說遲些少交樓 但是發展商呢 有些Promote給大家 那有什麼Promote呢 她現在的話 周圍的樓單價 困價也15,000 便宜的優惠價也要14,000 哇 這裡多少錢呢 我跟大家報一報 她足足補貼兩年的一個公樓的房款給大家 兩年了 如果減了這個兩年的一個月供款的話 直接幫你在樓價那裡扔掉它的話 我們這個95平方單價只需要12,000 13,000就可以了 華孕西區 彩虹偏區 我幫大家計算一下 我計它13,000 然後乘回我們95方 啊 220多 這個膠量的標準很高的 是不是華人大品牌呢 然後你看到每間房間 每個廳房、廚房、廁所都是很大的 然後我們兩成手期的話 OK 20多萬入手 三房兩個廁所 OK 好正 那當然這個我身家的推理 除了我們95方 還有一個 在115平方的單位 竟然做個難不對勁 和3級1的房間給你 我們一起看看 Let's go Hello 大家好 我是Jazzica 那看了我們95平方 我身後它就是115平方 又有驚喜的一個很漂亮的帳 回到家看看看看… 它是這樣的 南不對流的一個大雙陽台設計 115南不對流 然後你回來 哇這個廳為何這麼大 因为它是3加1,加1在哪里呢?这里,你可以自己选择房,书房,什么房,房都可以的 当然你可以按照它这样设计,其实就好像变了一个环厅,彩光面会更加漂亮一点 吃饭就在这里,厅很棒,你会感觉到好像去到130平,140平,150平的大豪宅平层那种感觉 厨房会更加大一点,因为它面积大了,这里完全可以放到一个商房写柜 所以大家如果去我们的3号园店,买东西,购物,应该可以放到比较多东西 都是一个U字的设计,这边是厅房我们的北向,南北对楼,这个北向可以做一个浪三的位置 这里由于它是没什么遮挡的,我们现在是三楼而已,前面没有什么楼而已 所以你买3楼,打上少的5,6楼,7,8楼就可以了,已经相当不错 其实跟我们的一期都是很近的,可以跟朋友说嗨 看看我们另外一边,这里,这个是迟回南向的 南向的话相对来说,这个也很重,很丝滑的,三堂木的设计 然后这里是迟回南向,南向主要看自己的花园为主 当然了,因为北境是一个品仅设计,所以没办法 因为我们前面95方一定不多不少,有些少遮阻了一个露台的景观的感受 所以相对来说,你自己比较好,但它是尽回一个对流的 有辣有辣,如果你觉得这个很关心的话,可以考虑我们一期的产物 一期还有少少放现楼的,OK,那就不会出现这个情况 但这个也很实用,OK,我们看看房间 先看看,三鸡一,鸡一就是这里,还有三间房在里面 这里就是我们一个比较舒适的客房的设计,或者长辈房 咪五床,三边落床,然后撇出位置全赠送给你 一股怀孕人行的设计,玻璃外面非常之复杀 相对来说,露台不太少,有些少被前面的小面積遮阻了一些景观 但是我们的房间是往右移的,所以你在这个位置 即使大家站在这个位置,看出你已经很正,是自己的圆灵绿化 OK,我们再看看其他 斜对面就是想要我们宫位,宫位的话也挺大 当然有一块东西在这里,没办法,因为放着冷气机外挂机 所以就有它,反正都送给你,你看自己如何利用 每一个弧形间隔,我觉得都很市正,很舒服 如果你的要求不是特别高的话,基本上可以做到一个 即买一些简单家具家电,就要拿进去 看看这个先,这个是露台部件的,送了半面積给你 说明露台部件,当然送的会比较多些 这个就做了一个Mike 2的床,其实完全不用这么小 Mike 5床完全够位,然后pitcher位又是送给你 然后这里可以放一个公仔,放很多公仔都可以 四方形非常好,Mike 2,Mike 5,甚至乎做些榻榻米 你这样设计都可以,把床一路放在这里,拍了过去 这里就可以做一个书桌 看看主人房在这边 这里也是先封一封,回来才是自己一个休息的区域 这里做了一个King Size的床 三边的床很阔弱,然后这个又是赠送给你飘窗的位置 然后也是朝南向网自己的花园为主 但是这里很有惊喜,刚刚进来看的时候 哇,OK的,女生也很喜欢 你觉得一定会有一些衣服间 别不可笑的 然后坐在这里,扮一下漂亮,化妆仔 然后跟我们洗手间间间开了 这个设计我觉得非常好 看这里 这个是属于我们的套匙 其实这个洗手间跟我们公园差不多的尺寸 也是一件东西 然后是轮木区,马桶区,然后是洗手台的区域 这个是我们的115方 我介绍完,大家会不会觉得 哇,这个115好像多大 每间房子都大 然后有做到对楼 然后厨房又大,厅又大 然后有双露台的设计 所以送的真的挺多下的 说真的,115的话,价钱都实在的 基本上也是做到我们一个 就是如果做回我们补贴的话 基本上补贴的话 哇,单价1万2 各位观众,单价1万2 我帮你计计的数 115乘1万2 哇,整种收货,大佬 这里,是吧 1品3,8万,剩0.2 又是几百首期,3加1房 还不充 如果你不急着立刻住的话 这里真的可以想想它 到底是华人大品牌 一期已经是一个很标刚的项目 大家买了之后都很喜欢的 交易标准又托,圆林路范又漂亮 然后管理又好 还有这些位置很好 再跟大家说一下 这里是我们中山的西区彩虹片区的位置 什么叫彩虹片区呢? 因为我们这里是靠我们彩虹带道 然后周围都是一些比较高端的一些屋院 无论是我们逛街看器吃饭全部都齐了 去我们中医院看医生 又或者去我们大信心都会那里逛街看器吃饭 又或者楼下自己的街铺都很多开了 又或者去我们的中山北一区高铁站 没错,你没听错 因为过几年我们会开通一个深茂高铁 直接就可以坐中山北一区出发去到我们深圳 然后回西九郎就不用转去光泽南站 交通位置很漂亮 市区里面很多人本地地都会选择西区的一个位置 再者这里周围的学校比较多 大家可能会在乎学校这些东西 但是未来一个承接 本地人会在乎学校的 所以相对来说很棒的 因为周围都是学校 你看到的 习时朋友差不多 回来我们华晋药行公演四季 二期和大家介绍这个产品 我觉得是有惊喜的 大家当时都觉得品质型可能不太漂亮 相对来说 我觉得如果大家想要大单位去想想去 但是就要看你 在不在意这个长体的情况 就是景观各方面 但是二十多万手机 三加一房 各位 九十五房那只真的有惊喜 景观很漂亮 然后回形的很实用 三房两厅两环 每个房子都是大的 没有小房的 OK 当然如果你说要喜欢一些现楼 其实我们一期还有一些货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我下期再接下来 介绍一期的产品给大家 那么今集视频差不多 喜欢我们的影片 点点赞和赞和订阅我们的频道 或者喜欢我们的影片 分享出去 我是Jessica 下期再见 拜拜